适逢城隍爷安硕20周年花莲城隍庙举办 起见城隍庙甲城浮城园教活动 6月2号举行文化大楼落成启用典礼 县长徐正位立委傅庚奇亲自出席 祈求四方众神 和城隍爷庇佑花莲陷进四十无灾百业新盛 适逢城隍爷安硕20周年花莲城隍庙 5月16号到6月9号举办起见城隍庙甲城浮城园教活动 6月2号举办了文化大楼落成启用典礼 县长徐正位立委傅庚奇亲自出席 县长表示文化大楼启用之后 除了推动城隍信仰和融合 未来也会是照顾儿童课后辅导的重要场所 因为城隍阿拔的慈怨悲心 所以那时候要启造我们的文化大楼 真的是千难万难 因为这里是寸土寸金 但是有城隍阿拔的愿力 还有我们孙吉兆孙前主委 存一记的发愿 以及集合众人的善心善力 让这个文化大楼能够来如愿 而且能够来盖好 我想另外这个毅力很重要的 是我们现在的孙主委 他也要承接起来 承接起来才有办法做 所以无论是我们旁边的这一栋 还有我们的主楼文化大楼 未来除了是推动我们城隍信仰以外 还有各信仰的融合以外 课后辅导以及照顾到花莲的 我们的孩子幼童或者妇女姐妹 我想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基地 这就是城隍老爸的这个慈怨碑力 今日典礼盛大隆重 各县市城隍庙主任委员李坚士都来到花莲共襄盛举 其中松山峡海城隍庙更捐赠了救灾款项50万元 支持花莲县赠灾重建 县长徐正为亲自颁证感谢状 代表花莲相知表达成直的谢意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